可以連到123 然後把它做一個 Safe Safe的話呢有時候點這邊檔案在儲存麻煩了所以我 常常用什麼快速鍵Ctrl S就好了 比較快Ctrl S 好那這個時候他問你說要不要複製JQueryMobile相關的檔案這邊要選擇確定就好了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JQueryMobile複製到我們的 網站裡面 所以你這個地方重整一下上面有個重新整理 你會發現這個目錄裡面就會把 JQueryMobile相關的 其實就是他裡面的函事庫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上面這些效果 跟這些頁面的效果實際上就是透過這些幫你去做的 OK所以如果將來你這個網 這個網站裡面忘了把這個目錄摳過來的話 你的JQueryMobile的效果都出不來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 一樣你可以再什麼 再去瀏覽器 去看一下 或者是說其實有時候可以偷懶 你不見得看效果 有些地方你需要 跳這一個 或者是旁邊這邊一個叫即時的 也可以做做看 不過有些有些效果在即時會出不來 你還是非得要在瀏覽器中看 比如像這個地方我看一下即時按下去 他一樣會跳出來 然後最新消息 會出來對不對 然後上一頁 新書登場 一樣會有上一頁 這樣就OK 所以基本上超連結 這個應該比較沒問題 那再來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 這個界面有問題 為什麼 這個界面你會發現 這個小小這個小小的用手指頭 讓人家點真的是 不太人道 真的你看 一隻手 這麼大一個 中指要點 除非你用小指 小指點 可能還不好點 要不然就是真的像早期那個PDA PDA就有一支 一支筆 要點才好點 所以這個這種設計 不OK 所以要把它改成什麼 我們可以改成兩種 一種是這樣 我有做做出來的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上個禮拜是做那個按鈕 對不對 所以這個禮拜的話 換換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 做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叫做 Netbar Netbar 就導覽列 也就是說 基本上 我們可以在這個 這個上方 就是在我們的標題 上方加一個圖 然後再加一個標題 他底下可以做一個 導覽列 這個導覽列就是你可以點選 也可以做超連結 他的好處是 底下會有名稱 上面會有icon 底下有名稱 上面會有icon OK那顏色也可以變更 你這個上面的顏色都可以變更 這第一種 可以把 剛剛的樣式 改成這個 第一種 第二種的話可以改成什麼 這個叫做 List View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清單 而且很大 一個 你要點非常好點 所以做出來可以改成這兩個 那這兩個要怎麼做出來 我想 請各位先試試看 試試看 或者甚至各位可以複習一下 上禮拜 我有講過你可以把它改成 按鈕 Button 有沒有 也可以試試看 那今天的話改成叫做 List View 跟一個叫 Netbar 請各位先把這個超連結先做出來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如何 更改這個其他的效果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